心中的故事 我想說想要跟師父親意 那我在個性上面或是在學校上面,有什麼關鍵點可以去 在讓自己的學習方面,可以再更進步的地方 好,挺重 我们在修持不乏所谓的福会 那么你们福比较缺少的人 都要比较全心火力去做布施 那么约于我们的这个天生以来的 人性的这一种所谓的障碍 蛮多的 所以我们还得要有所谓的这种 内化的这种概念 因为你们多数在做这些佛法的事情 还是说在运行你们所认知学到的这些道理 通常是一种外程 你说有在做可是内在的这一种深度 内化的一种所谓的侵入度 它会不足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你们要比较注意的地方 你也许说这种都是起心动念的问题 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以前会看不惯的现在会不会就也无所谓 可是这个无所谓并不是说我是莫不关心的人 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落在对反 不是特别在意就是完全不在意 对不对 那这是对反 那我们是理解 可是不被影响 因为不被影响 所以免勤兰形容叫不在意 可是如果你完全不在意 你又起不起关心度 所以于这种状况 布施的力道就会减少 因为毕竟布施它机体是一种关怀 那我们对人如果有一种 不要理就好了 这样我们无形中关怀度也就又降低了 所以你要怎么拿捏同时要理 同时又不要理 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要多一点熏陶 多一点这些法的理路的熏陶 你才会慢慢慢慢理解到 那熏陶到的要多一点执行 你才能慢慢慢慢慢慢体会到 你理解不一定体会 我们理解什么叫对 什么叫不对 那是极其我们的分辨的能力而已 可是你没有深入去执行 这个分辨出来的对的时候 你体会不到那到底有否对 或者是那个错 你不要去运作 你就体会不到 那到底有多么的影响 会有这些概念 所以执行面很重要 对 那可以明白吗 当然是 学说 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